今天我们来聊聊盗墓行业里一些奇怪的现象 为何都是生旧搭档 古人讲究后葬 上至贵族社会 下至平民百姓 死后都会陪葬一些珍贵的东西 但一般都是到王宫贵族的墓地 像清代孙殿英就是直接到慈禧的陵墓 里面的宝贝多到手软 当然盗墓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一般都是偷偷干 而且墓主都会设置防盗的措施 越宗贵的陵墓一般机关越多 这就需要盗墓者分工合作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想凭借一己之力是非常难的 当然盗墓组织规模有大有小 大的话就像曹操直接调军队挖掘 这个速度就很快 但一般来说盗墓者团队不是很大 一般的盗墓也就几个人 主要是因为他们到的墓不是很大 其次人多就比较眨眼 而一些大规格的皇陵 它里面的财宝虽多 但是盗墓难度系数较高 风险也较大 一般是大的组织团队才敢去 倘若是盗成功了 那就发了 而一般的盗墓可能就两三个人 而且亲戚居多 要么是兄弟 要么是父亲之类 为什么都这样搭配 其实也很简单 其一是发财机会留给自家人 其二是外人容易产生分配纠纷 但纵观历史 其实舅舅带外甥的较多 反而父子搭档的较少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 原本父子之间关系最轻 儿子不会坑父亲 父亲也不会坑儿子 理应是最靠谱的 可为何这种情况不多呢 其实这就主要涉及到古代的律法问题 要知道盗墓不仅是不道德的 而且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盗墓贼非常谨慎 因为只要被抓就会被判死刑 因此盗墓的风险是很大的 但是为了发家致富 他们甘愿冒险一事 但是为了保证家族不绝后 因此很少父子齐上阵的 可为何偏偏流行舅舅和外甥搭档呢 这个主要是古人的思想问题 毕竟盗墓是个高风险的行当 所以他们也很有讲究 希望图个吉利 有救有生 总不能墓没到成功 命却丢了 因此不管盗墓结果如何 他们最希望的还是平安生还